隨著中藥在美國越來越受到主流社會的認可 中草藥的進補功效也受到了重視 但是如果使用不當就會引起身體不適 甚至出現生命危險 日前舊金山就有兩人因飲用同一種草藥茶後 出現中毒症狀送醫治療 根據舊金山衛生局近日公布的資料 中毒的是一女一男 女的50多歲 男的30多歲 兩人先後在2月和3月到中國城永和申融藥行 購買了同一種草藥茶 飲用後一小時出現體感乏力 心跳加速等症狀 被送往醫院進行緊急治療 目前已有一名病人治愈出院 衛生局表示 提取的草藥當中還有中醫常用的腹子 腹子是一種滋因補氣的中藥 也是華人常用來滋補燉湯的食材之一 然而如果腹子不經過高溫燉煮 其中的毒性就不容易消除 衛生局表示 永和申融藥行 並沒有因為這次事件而關門 還在繼續營業 但是呼籲消費者不要再使用這家藥行所出售的草藥茶 中醫師建議 消費者要詳細詢問中藥藥性 以及飲用方法之後再使用 才能更好地發揮保健作用 新唐人記者林蕭然 舊金山採訪報導 新唐人記者林蕭然 詢問中藥和陽就冥救 獲得 呃開除市民主兵 市民主兵 要請